国军再次推动精进士官制度 也过去了十年 不知道各位士官兵对于精进士官制度执行 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真正提升了士官的地位 还是只是沦为资深士官的工具而已 我的单位在98年的时候 迎来了一个超级有作为的士官杜导长 他非常想要改善士官的风气 提升士官整体素质 他的准则规定也相当的熟悉 这就是我佩服他的地方 有些士官长一直跟我说要改善士官的体制 然后相关规定完全不懂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如何改善 而这个有作为的士官督导长 是如何让指挥官相信他 放手让他独立去执行他的想法的呢 这个士官督导长刚到单位的时候 他的一个举动真的把我吓到了 他看了一下当周的指挥官行程表 然后跟人事事说上一个千层 星期五腰洞三洞时 我要在会议室跟指挥官做一个业务简报 我在办公室偷听到的时候 觉得很不错哦很特别哦 一个没有历练过幕僚职的士官督导长 能有这个想法 表示他并不是那种传统的士官 当天我也以人事人员的身份 偷偷进去会议室 听听我们的士官督导长的业务简报 报告得非常精彩 引经据点 有血有肉 佐证的统计资料也相当的齐全 其中的建议事项 也大多由指挥官授权执行 我记得好像只有拔场指挥官 由士官督导长担任 因为教具风险 指挥官没有同意外 其他的指挥官都充分授权 所以你士官督导长 如果真的有能力有作为 能提出一个具体的执行方向 我想每个主官都一定会非常支持的 其中的一个建议事项 也是我觉得执行成效最好的 就是由士官督导长 全权负责单位士官兵的体能训练 成败由士官督导长一个人承担 在经过三个月的体能训练之后 我们单位士官兵的体能合格率 竟然由之前军团级的倒数第二名 大幅上升到了第一名 很多军官都主动加入了 士官长的训练团队 这个士官督导长也不是乱搞哦 他对单位做了训练规划简报 也为不同的人员设计了许多的训练菜单 也对每个人体能建策日期 做了每个人的训练计划 而且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上千由指挥官核定 我觉得他的这个做法相当的好 除了可以执行他的想法 也可以兼顾尊重主官 真的是一举两得 他真的非常与众不同 真的不像是一个传统的士官督导长 另一点我也觉得成效非常好的就是 单位的离应宣教由士官督导长实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休假人员 带来带去一直在找高情官的情景 或是把部队晾在集合场 然后看到执行官在那边找高情官的情景 我还记得当时士官督导长是这么跟指挥官说的 士官督导长未接提升 责任当然也要相对增加 对于士官兵的军纪状况及休假安全 士官督导长一定要站在第一线 执行要项包含离应宣教 休假回报 电话查验 当时士官督导长在提报的时候 我心里就在想 这样做的话 你一天肯定要花个两三小时吧 这个士官督导长还真有心啊 不过说真的 自从由士官督导长实施礼应宣教之后 我在这个单位两年 都没有发生士官兵的军纪案件 所以我个人觉得 精进士官制度要成功 除了主官的支持及授权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 士官督导长要有一定的作为 就拿我上面的这个例子 各位士官督导长 你们在新任职的时候 有人向单位主官实施业务简报吗 应该没有吧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国军的士官督导长 普遍能力还没有到达那个阶段 目前中高阶的士官督导长 大部分都是80到90年班 大部分都是运用经验来管理部队 这种方式已不合时宜 但是又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 或许等到这些老屁股都退了 精进士官制度就会成功了 以上是我针对 他是执行精进士官制度最成功的 士官督导长的分享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务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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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